历代至下第二十七章 约坦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十六年 他的母亲名叫耶路莎 是萨都的女儿 约坦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向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没有进入耶和华的殿 但人民还是行败坏的事 约坦建造了耶和华殿的上门 在俄菲勒的城墙上 他也有很多建设 他在犹大山地建造城市 又在树林中建造一些营寨和瞭望楼 约坦和雅门人的王交战 战胜了他们 那一年雅门人就献给他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一千公顿小麦 一千公顿大麦 第二年和第三年 雅门人也献给他这个树木 约坦在耶和华他的神面前坚守正道 所以日渐强盛 约坦其余的事迹 他的一切战争和作为 都记在以色列和犹大猎王纪上 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十六年 约坦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大卫城里 他的儿子雅哈斯 接续他作王